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里啊 他们一定会觉得很突然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呢 这有什么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呀 你就说你去西班牙留学呗 反正你要出国 他们又不是不知道 是吧 但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说 你又多了一个什么西班牙父亲 我有那么傻吗 你看着吧 你这次去了西班牙 姓林的那边老婆孩子 肯定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看的 是啊 你那么无缘无故又冒你这么一个女儿出来 那以后姓林的财产 还不是会有你的一份 你看零百年现在对你心存愧疚 你就要学会打这张感情的牌 把自己处处放在一个 比较弱的地方 你不为难他 处处反而还为他着想 没准人家就会帮你 明天咱俩去到杭州买点东西 你过去的时候带给他们家 没时间了 你不是还说要陪我去一趟家吗 对 那就下次送你走的时候 咱们在杭州顺便买两样东西 都不认识他们 买什么东西好啊 调两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就行了 这就是心意 老外他们又不知道 反正就是你这低印象 这个印象分一定得打高了 还是你聪明 想得比较周到 说我笨的也是你 说我聪明的也是你 你说我这是怎么了 我余子民心里怎么全是你啊 好了 汪小姐终于如愿了 可以出国喽 我呀 孤苦伶仃一个人在这 可怜呐 可怜呐 放心吧 我到了西班牙 站住脚以后 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你这戏就不唱了 你小时候可是我勒紧了裤腰带 让你去学戏的 多不容易啊 谢谢 这眼看着就有出息了 你这一走 这不是把功夫全废了吗 不会的叔叔 小微那是童子工怎么会废呢 我听说西班牙那边 咱们浙江老乡特别多 小微要是过去了 这没准还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呢 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这不挺好吗 那你出去念书 还回来吧 回来 他肯定回来 不回来我都要把他给揪回来 你说学成归来 既能报效祖国 又能孝敬您二老 忠孝两全啊 是不是啊 小薇 是啊 我会好好发展自己的 你走了家里怎么办呢 你弟弟在进化念书 开销也挺高的 就靠我跟你娘 重年继母到天 供不起呀 爸 这笔钱 你们先拿着用 我到了西班牙 我会打工的 每个月 我会寄钱给弟弟 还有你们 国外呀 哪里不用钱呢 你要念书 这钱够用吗 再说 这几年 你也没少在你弟弟身上 花钱 对了 一会儿你替我给他写封信 高到上学 都空下了时候 打工挣钱 自个挣学费 家里呀 你就不用几钱了 我这身子骨呢 还撑得住 你养活你妈没问题 这个钱呢 以为是自个儿用 食堂人 吃 紫密 我们这样做 会不会太缺德 我爸妈亡在鼓里 而我去当了别人的女儿 我将来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 这不是不得已吗 你说 那你现在跟他们去说好了 说了他们不伤心死 才怪你 还能同意你再去 我不想去 你说什么 西班牙我不去了 哎呀小微好了 你想一番是一番 你现在说不去了 你怎么跟人家零百年交代 不去 怎么能不去 我本来觉得这件事情 还蛮有吸引力的 不过我现在觉得 根本没什么意义 而且 我不只是在骗我的亲生父母 我还欺骗了林先生 他对我那么好 我觉得 自己太不是人了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越想 我这心里越虚 将来到了西班牙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到时候 万一哪天穿帮了 我可不知道怎么承担这个后果 我告诉你 你要是现在不去西班牙那边 那后果会更严重 人家零百年一气之下找过来 你就是诈骗 那是要坐牢的 你明不明白 平时挺聪明的小女孩 一到这种关键时刻 就流露这种小女人的想法 你知不知道 以后怎么孝敬你父母 只有你现在去了西班牙 让自己迅速的立足 融入那边那个家 融入那个社会 让自己富裕起来 等有钱了 咱们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想怎么孝敬你父母 就能怎么孝敬你父母 这笔账你算过没有 Teresa Teresa 我要出去一下 晚饭就不回来吃了 星期天还有应酬啊 中国那边派了个代表团来 我要去接一下 这回好像有点特别嘛 怎么了 以前就是再重要的客户 也没见你亲自去接机 都是建文代表你去的 这次不一样 来的都是当地的领导 对方的级别比较高 建文出面不合适 你知道 中国人讲究这个 谢谢 他们在这待几天啊 大概一个星期吧 那你还打算天天陪着他们 是啊 这几天会比较忙 有必要天天陪嘛 中国来的人爱去娱乐场所 你也陪 你也不想想自己已经多大年纪了 跟着他们这么折腾 你吃得消吗 相信我 自己会掌握的 放心吧 好 我要是晚回来 你就先睡吧 飞机上睡得好吗 我有一点都没睡 你想到见到爸爸 我就特别兴奋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不肯放手的 这是给特里斯阿姨买的礼物 是一个水晶天堂鸟 容易碎 所以不敢乱放 其实人来就好了 不用送礼物 那怎么行啊 第一次见特里斯阿姨 空着手续像什么样子 这不是给爸爸丢脸吗 小薇你想多了 只要你人到了 爸爸比什么都高兴 爸 你们家里谁做饭 大部分时间是我太太 我偶尔也下下厨的 那以后我来做 家务我都包了 我会孝敬特里斯阿姨 像孝敬爸爸永远 永远要是有一半孝心就好了 男孩子嘛 他会讲中文吗 说得非常好 从小就逼他学中文的 我和他平时都是说中文的 那太好了 小薇啊 到了 就这儿 小薇啊 快进来吧 爸 这是你住的地方吗 不 是我给你住的 你先在这里住下 过短时间呢 就把你接回家 是不是特里斯阿姨 不欢迎我 你的事情我还没告诉他 事实上他还不知道有你 本来是想的 都跟他说通了 才把你搬过来的 那么就好直接回家的 但是看到你在历城的环境 爸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怎么不吃啊 菜不对胃口吗 没有 我吃不下了 爸 你多吃一点 明天爸爸会带你 在帮菜馆当室 去好好转转的 过几天 就要去语言 就要开始上课了 到时候 我会天天来接送你的 好吗 不用了 爸 我想 我会在这里玩几天 然后就回去了 怎么了 喝过赌气了 没有 还说没呢 我知道你是乖爸爸 没有让你直接进家门 爸我让你受委屈了 不是的 我是担心 因为我 造成你和 特丽莎阿姨之间的矛盾 也想你们父亲的感情 别让他认识我 应该会好一些吧 你这样想 不是让爸爸 更难看更难受吗 这事你真的不用操心 我一定会安排 处理好的 你那就把心思 放在读书上 尽快过调语言观 哎呀 林老板 好久不见了 来 老板 生意兴隆啊 哎呦 土福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汪小琪 是我的一位亲戚 以后还要多麻烦你了啊 哪里哪里 坐坐坐 啊 林老板托我的事 那是我的荣幸 怎么样 最近身体还好吧 老了 当然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哎呦 哎 要当心啊 你生意做得那么大 操心的事情 肯定很多 都到这个年纪了 健康是第一位的 哎呀 都关心自己的身体啊 哎哎哎 怎么样 这菜还可以吧 嗯 我还要麻烦你一件事啊 我这个亲戚呢 就住在离圈别远的地方啊 以后他的饭就包在你们店里了 费用都涮在我的账上 他要吃什么 你就帮他做什么啊 啊 没问题 没问题 你放心啊 我一定把小姐给伺候好 啊 哈哈 汪小姐刚来啊 今天刚到 来读书的 还要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哎呀 没问题 小姐你放心 有这位大老板的亲戚给你撑个腰啊 什么困难你都不用怕的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你们慢用 我先 我先告辞了 好好好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坐啊 那就麻烦你了 好好好 放心啊 爸 嗯 刚才听你跟别人说话 你完全变了一个人 变成什么人啊 嗯 说不清楚 嗯 反正跟我熟悉的不一样 好像多了点 江湖气 可能的 我自己在海外很多年 已经感觉不到 你刚才都听见了 爸爸不能陪你的时候呢 吃饭就到这里 就几分钟的路 啊 嗯 刚才那个人说 你是大老板 你是做生意的 什么大老板 就是开这家公司 有个温饱而已啊 啊 bona tarda canvi en la gestió d'Aena era una llarga reivindicació 请不吝点赞 许可,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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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医事 特斯,你怎么还在这儿?很晚了,不是叫你先睡的吗? 我睡不着。 你饿吗?我给你做点消炼。 不,我晚上吃了很多,我不饿。 你快上去睡吧,去吧。 对了,你今天怎么没开手机啊? 哦,我手机没电了。 怎么?你找过我吗? 不,不是我,是建文。打你电话打不着,就打到家里了。 说了什么事吗? 没有,只是我觉得奇怪,你们不是一起在接客户吗? 他说没有。 今天是我没叫他一起接待的,临时决定的,我一个人就行了。 可他好像并不知道今天有这么一个团要来。 嗯,这个团跟他没关系,所以我就没告诉他。 他是你的副手,这种事还要对他保密。 这次中国是我一个人去的,这今天来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而且人家刚刚到,我不想马上就谈正事。 所以今天就不用他节眼陪的,再说今天是星期天,也该让他歇息吧。 我总感觉这次,你跟以前不一样。 我怎么了? 一时也说不出来。 反正,挺神秘的,好像故意要瞎点。 Diversa,你就别瞎猜了。 我倒是觉得公司生意上的事,你以前从不爱打听的,这次也有一点不一样嘛。 好像显得比平时关心多了,这不费神了,好好过你的日子吧。 好了,我要上去洗澡了,你呢,上去吗?快去睡吧。 不是零百年级啊,他把我安排在外面住,他才走的。 对啊,我一个人,都不知道这是哪儿。 这真是出乎咱们意料。 我也没想到,我人都来得洗碗牙,他还没告诉他老多。 看起来,我们以前准备的戏都废了。 不过,你说的没错,他是一个有实力的男人。 今天他带我去饭店吃饭,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叫他大老板。 后来我问他了。 那你,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的很简单,说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只是温宝而已。 不过,我觉得他是有你把自己弄得很低调。 看见没有,他到现在都还没跟你说真话。 你要融入他们家呀,比咱们想象的困难还要大得多。 那那个姓林呢,跟你说他什么时候跟他老婆摊牌了没有? 他说,他一定会处理的。 小薇,这事儿一早不一晚,你这么在外面名不正言不顺的,就这么拖着,拖到什么时候去啊? 你找机会,有办法的时候,你该推他就推他一把。 好了,我会再看看的。 那边的房子住的条件怎么样? 挺好的,挺高级的,看起来他在我身上还是很愿意花钱的。 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他,我觉得他是挺不容易的。 你看,你又有这种想法,你这种想法就不能要,我都跟你说过了,你现在就是他的女儿,他是你的爸爸,给你花钱,那理所当然的嘛。 我知道了,我会再找机会打给你。 给美国银行的信我已经写好了,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个字,我一会儿出去把它发出来。 怎么样?你觉得没问题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金融咨询业务你比我熟啊。 现在我们俩的账户也已经开了,转钱就是你的任务。 我现在想的是,照你的理论,那笔钱在你美国的账户里面。 那么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转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我想,转完钱之后,你我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为了让你打消我一个人独吞这笔钱的念头,我们两个人的账号只开了一个,而且去取款的时候需要两个人的密码。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咱们俩人今后的前途还有处境。 我想,不能说黑了这笔钱就算了,以后东躲西藏的,事业也不干了,有家不能回。 那我们的生命不就结束了?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一下,两条路,第一条呢,拿到八千万之后,就把它还给壮酒。 那剩下的一亿两千万呢?你以为他们会那么心慈手软的跟你一笔勾销了? 我知道他们不会,但是至少我们先表现出诚意,争取回国之后的安全。 我们回到国内还是有一些资源的,只要好好地运作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到国际风头。 上市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而且,你以为他们会耐心地陪你一直等下去? 到时候我们就在人家的眼皮底下了,插翅都难飞了。 不行,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第二条路,在巴塞罗纳安营扎寨,用八千万作为启动资金,赚钱之后还债。 可是,具体做什么怎么做,我现在还没想法。 慢慢摸索。 那也太漫长了。 到这以后,其结果可能就是鸡飞蛋打。 你以为在这公司就那么好做啊? 那你说吧,你想怎么办? 正在研究这本小说,你看了以后一定会大开眼界的。 约翰·格里森写的这本《合伙人》。 他教你运用超人的金融智慧,赚到九千万美金。 你等着吧,等到我的八千万转到了巴塞罗纳。 我一定会在欧洲的金融市场为你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触主秀。 你神经没出问题吧,异想天开。 我神经出问题。 我还说你神经出问题呢? 你这样天天起任忧天的,什么事都想到最坏的结果。 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干了。 还有什么作为呢? 我要是像你这样,现在我们还会有那八千万吗? 就是因为你凡事都不及后果,我们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方。 哥,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把你这样一个前途光明的网络精英,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失去自由的逃亡者。 但是你想过没有? 你在上海闯荡了六年,你赚了多少钱? 我现在赚的钱,按照你的速度,起码六十年也赶不上。 如果那天晚上我运气好的话,两个亿到手。 你搭上你的下半辈子,恐怕也赚不到吧? 这就是你耶鲁大学的金融合理。 我现在算是知道,一个得了妄想症的赌徒,离黄泉路已经不太远。 我知道我说不过你,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完全是两种人。 就连上帝也没有力量把我们纳入一个轨道来运行。 你脚踏实地,按部就班,最终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永远无法登顶。 我呢,也就是运气差了一点。 但是我一旦翻身,在金融界里呼风唤雨的王者,那就非我莫属。 你可真是无药可救了呀。 你知道现在,最让我感觉耻辱的是什么吗? 不就是你流落他乡,抛家齐烟吗? 不是,是因为有了你这个宝贝弟弟。 陈红我告诉你,你八千万闯过来之后,你一分钱都不想赌。 除非你把我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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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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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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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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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